好了 各位 這次應該好一點吧 大家的背景就是一班北韓的 就是這個特種部隊 你看看 臉塗到鑊撈的 證明是特種部隊 去哪 去好黑爛 不是說笑 先敲一敲 真是好勁抽 金正恩 真是沒得廢 真是沒得頂 不是沒得廢 沒得頂 金肥仔沒得頂 雜肥仔沒得廢 真是 一定要跟大家說 今集就跟大家說 金正恩出兵 助普京 一戰三雕 玩謝近平 近平是誰 就是屎煎餅 屎煎餅 所以他太硬了 真是好東西 所以特別要跟大家說 這次真的很厲害 北韓竟敢死去 幫俄羅斯 攻打烏克蘭 可以得罪整個歐洲 得罪美國 究竟金正恩玩哪科 真是這個人 你不要看他的樣子 真是IQ爆破 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說 好了 好希望大家一路看片 一路可以按這個 Super Check 或者Super Friends 可以幫到小弟 另外 希望大家可以 Google 搜尋出這個 852郵報 at Patreon 852郵報 at Patreon p-a-t-r-e-o-n p-a-t-r-e-o-n 去那裏做訂戶 或者是 逐訂戶 現在很多獨家東西 陸續會登場 下個月 應該再有些新的東西 大家密切留意著 現在最新的東西 也挺受歡迎的東西 就是小弟和小弟太座 一起搞的 一個新的Podcast 就叫做 啰啰嗦嗦兩公婆 啰啰嗦嗦兩公婆 只是Patreon 才有得聽 接下來星期日 那一集 第二集 就是講這個 陳淑莊 三年磨劍 而搞出來的一個私房菜 叫做烘麵 那裏面 第一次我們吃第一餐 soft opening第一餐 究竟是怎樣的呢 也都說 陳淑莊 在整個籌備過程是怎樣的呢 有什麼趣事呢 也都可以說 大家聽了就知道的了 有四十分鐘那麼長的 那我就覺得挺好聽的 那大家不妨聽聽 不過一定要先做訂戶 好了 先說到這裡 那現在就來了 要來了 各位 金正恩呢 果然真是 扮豬吃老虎 真是扮豬吃老虎 那 啊 金正恩呢 就是說金正恩的樣子呢 就有些像 習近平一樣 那樣 好像豬頭餅 但是 金正恩 查實個腦 就好像普京 那麼 超醒 啊 普京 懂得 聲東擊西啊 金正恩呢 都懂得 借力 打力 很厲害 而金肥仔 最新動作就是呢 宣佈派兵幫俄羅斯攻打黑蘭 雖然沒有證實 現在大家都很多片流出來了 那 綜合國方報道呢 那 金正恩呢 已經派出了 一千五百個北韓特種部隊的成員 去海參威 不是吃海參 是海參 海參那裏示威 海參威 背後這些就是特種部隊了 小弟背後這些 還有海參威 那 據聞呢 總共是會派一萬二千個士兵 去幫俄羅斯 打黑蘭的 那 就是這樣說 如果以俄烏戰爭打了兩年半有多來計呢 各方的報道 綜合來講呢 都是說 那個傷亡數字 就是 士兵的傷亡數字呢 已經是高達一百零八萬的了 那其中烏克蘭就有八萬個士兵死了 四十萬個士兵受傷 而俄羅斯更慘 有二十萬個士兵死了 你通常去攻打人都是 就是 起碼三倍奉還 也有三倍兵力 哇 以上你才可以攻打人的嘛 這個是 就是 攻戰 攻防戰 的ABC來的了 跟著呢 也都有四十萬個俄羅斯士兵受傷的 那就是六十萬啦 那加上那邊呢 可能四十八萬 那就是一百零八萬 然後 是不是 那如果 那這些傷亡士兵 那一百零八萬呢 那一萬二千個北韓士兵呢 就很老實 真是 老鼠尾生倉的大極有限 那真是杯水奢身 而且很大可能 这万二个北韩士兵 通通都会变成炮灰 就是去送死 不过 划分两头 饿都饿死几百万人 不所谓了 对金正恩来说 不过划分两头 这次出兵 还饿 对金正恩来说 其实可以说是本小利大 就是说随时都可以发挥到 一战三丢的特异功能 不是人这么笨 第一 哪一战三丢呢 第一 就可以扮演交换到俄国的核子弹 来抛侧中美两国 第二 就是金正恩可以引到美国 跟他上台讲素 尤其是可以引到 川普和他上台讲素 如果川普当选就更加好 就算是何锦丽当选都要讲素 不过川普当选讲素 就过瘾很多 大家听完下去就知道 第三 就是金正恩可以逼到 这个很囂张 占是大事的习近平 亲自要他见他 有先例的 而且还要答应 在经济上换了朝鲜 逐个说 第一 就是说 金正恩可以扮演交换到俄国的核子弹 来抛侧中美两国 事关有先例的 今年六月 普京就访问朝鲜 除了说送了两架靓车给金肥仔 跟着一起坐车去吹吹风之外 跟着还有风传出来 就是有消息传出来 说金正恩呢 当日有向普京提出 想说要俄罗斯的先进武器技术 其中就包括核原料 浓缩油的技术 就是弄核子弹的技术 核反应堆的技术 就是弄核电站的技术 或者以致核动力潜艇的技术等等 核潜艇很重要的 你在黄海那里搞这些搞老呢 南韩都很害怕 是不是 即使普京查实是未答应的 但是金正恩呢 都已经可以扮了普京答应了 所以普京是不会说否认的 有得让他这样 因为普京呢 这个特务头子KGB的头 他绝对知道 玩这种幽灵战术的 得人害怕的地方 好了 现在北韩还派兵援俄 那金正恩呢 就更加可以吹得更加大 吹得大个马蜜 吹到说什么呢 吹到说普京 已经答应了 如果呢给一百几十六核子弹呢 过北韩的了 就是给他的了 给他都可以的了 得了 就是这样了 总之 金正恩始华一出呢 肯定可以抛载到中美两国 事关核子弹这些东西呢 真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 一个核子弹就 可能整个省都 毁于一旦 不是说笑 扔去这个北京那边 整个北京不见了 不得了 连河北省都不知去了哪 现在的核技术 那为什么说 美国和中共都害怕呢 美国害怕呢 因为俄罗斯嘛 因为俄罗斯的核弹用多于美国 第一 五千多个啦 美国四千个 那俄罗斯呢 它是拥有很先进的 洲制弹道导弹的技术 洲制导弹就是可以 飞越太平洋 都可以的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呢 就是如果抛 你都抛浪头 抛侧你都可以的嘛 那如果金正恩 一人说自己 已经拥有俄罗斯的 洲制导弹了 哦 洲制核弹了 那就令到北韓可以 立刻呢 可以射轮核弹呢 去美国本土嘛 现在北韓呢 射不到去的 最多射到去啊 如果 理论上啊 射到去關島 夏威夷都好像很問 啊 就是这样了 在太平洋中心 射到去 射不到去加州的 就是这样了 就是射不到去美国西岸的 就是不要说 美国东岸 就是Washington DC 啊 就是首都华盛顿特区了 啊 就是不要说这样了 好了 那中共害怕什么呢 啊 现在有呢 就是害怕 啊 尤其是民间害怕 人家民主国家呢 民间害怕呢 或者 美国民众害怕呢 就是事情来的嘛 就是说了 perception is reality 大家 各位 很重要的啊 啊 那第二个东西 中共害怕是害怕的 这个实际很多了 因为呢 金正恩 不久之前呢 还在说中国是他的宿敌 几千年的宿敌 哦 最近就说恭喜 恭喜你老爸有身体而已 但是实际上呢 啊 中朝建交呢 没有任何庆祝活动 你可以想象了 啊 这样发生什么事 啊 啊 那 如果啊 啊 啊 北韩真是拥有俄国的核技术 就是调转枪头 不是调转核弹头 就更加易如犯杖 是吧 哇 真嚇到习总鼻子都没用 而它摧毁能力啊 也都更加厉害 另外还有 一旦中俄反面 试过的啦 六十年代 珍宝土战役啊 试过中俄是反面的了 那时候是中苏反面了 那如果当时北韩是帮俄国的话 那中共就很大领絡的啦 习总死得的 那为什么不害怕 真是害怕的嘛 所以你说多厉害呢 金肥仔 是吧 好了 第二样东西 就是说 金正恩可以引到美国 跟他埋桌讲素 尤其如果是川普总统呢 就更加精彩 啊 话说美国之音呢 最近就访问了 这个韩国坛国大学 政治外交学系的教授 金真浩 不是金敏浩啊 那个帥仔啊 那个男神 是金真浩 不是李敏浩 是不是 李敏浩那号啊 金真浩教授呢 就指出说 北韩 北韩 在朝鲜半岛 遼士斗非也好 在哪里 輕风作浪也好 目的查实啊 是在美国 总统大选之前呢 向美国招手 尤其是向川普招手 即是预计都是川普贏的啦 哎呀 真是厉害啊 那他都会收封的 金真浩教授呢 甚至乎认为啊 金正恩呢 是针对美国川普啊 呃 而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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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正恩和iving官是搞好之后呢 呃 就好像过去的川金会那样 如果真正 川普和川普当选 好像过去的川金会那样 洛да 两次呢 一次是新加坡 一次三百线啊 坂 摁 UU 那时呢 又会 啊 稍為今日は据助它便会 可以平衡兵法的嘛 对冲法美国的影响力啊 是吧 那時候就出現了什麼 你要什麼給什麼 你要飛機給飛機 你要大炮給大炮 你要錢給錢 那些鐵路還通了 馬上運好很多物資去北韓 就是這樣 金敏浩教授說 正正因為加下中朝關係不好 金正恩就從思顧忌 用這種方式向美國招手 尤其是特朗普 而美國 其實在美國國內已經有一些回應 也都說 已經說了 中國又開始要重視朝鮮 那金敏浩教授說 這個就是金正恩的戰略 就是這樣 而這樣就帶到第三點了 各位 帶到第三點 就是金正恩在局島習近平親自去見他 而且是要承諾繼續援助朝鮮 那事實上 兩次川金會不單止令到金正恩獲邀在2018年初 到2019年初是四度訪華 四度獲邀訪華 更加令到習近平要在2019年6月破天荒訪問朝鮮 要跟金正恩扮好兄弟那樣 說實話 習近平這麼迷信 其實很怕去訪問朝鮮 因為過去有幾個中共領導人訪問朝鮮之後都糟糕的 所以是很大吉利事的 去朝鮮很大吉利事的 過去有三個領導人都糟糕的 第一個就是前中共主席兼總理華國� 他在1978年5月訪問朝鮮 回來不久就要靠邊站 另外 前總書記胡耀邦1985年5月訪問朝鮮 回來不久就失勢了 到八六學朝還被鄧小平一腳踢走 大腳勾燒 到了前總書記趙紫陽1989年5月訪問朝鮮 回來就已經沒了個位 也都變相被軟禁 大家看到了 有沒有留意另外一件事 全部都是五月的 五月發生的 所以習近平這麼迷信 這麼多忌忌 所以怎麼都要退到六月才去訪問 2019年6月才訪問朝鮮 因為華國鋒是1978年5月訪問朝鮮 胡耀邦是1985年5月訪問朝鮮 趙紫陽是1989年5月訪問朝鮮 全部都是五月糟糕的 那怎麼辦 這樣不行的 所以延遲一個月 怎麼都要延遲一個月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了 所以這麼忌忌的話 就算說六月去 一定問過了那些大師的啦 那些風水大師呀 明理大師 都沒有問題的 大步纏過的 但是都是逼著去 大家例事 都是逼著去的 沒辦法了 因為你 金肥仔搞那麼多事 跟阿欽欽 嘩 好像很friend 怎麼搞啊 之前有一道料 跟美帝好像很對抗 那邊就說射什麼 那邊就說 Little Rocketman 這樣 這樣的嘛 怎麼搞了一大輪 好像要打核戰那樣 跟著金肥仔呢 跟阿欽欽 就在新加坡見 吃著肉骨茶 跟著呢 就去索性去這個 南北韓分界線 三核線的板門店那裡 彈出彈入 在那條三核線彈出彈入 你說什麼搞的呢 是嗎 那就是這樣嘛 那上次就逼著去 接下來那次都是要逼著 想著一次就算了 老虎叫 不是 老虎交配 現在莫過就算了 誰不知 都還要來多一次啊 遲些肯定又要逼著去北韓多一次的了 去平壤多一次的了 嘩 厲害了 由此可見 金肥仔是多厲害了 是不是 金肥仔做在五年前 即是他三十五歲仔 已經可以玩到你塌塌陷了 你那時候六十六歲 六六大順 你六十六歲的習肥佬 都不夠他三十五歲的金肥仔玩 你大人三十一年 都不教人玩 是不是 現在你還是大人三十一年 你七十一歲 別人四十十歲 都是玩謝你 都是玩謝你 可能出他女兒 金肥仔出他女兒也玩 十四歲的女兒也搞定你 別人的IQ爆棚 問你服務 是不是 結論是很簡單的 金正恩不單止真人演繹 會炒的孩子有糖吃 嘩 真是玩到出神入化 他還親自示範 只要懂得拋 若國都可以有外交 只要懂得拋 若國都可以有外交 嘩 金正恩簡直是可以說 他現在習這個春秋戰國時代 兩大外交家 一個蘇秦 一個章儀 集了蘇秦章儀 這兩大外交家的功力於一身 你別開玩笑 真的很厲害 國大風尚又懂得玩 合宗又懂得玩 國聯環又懂得玩 真的很厲害 所以有思為政 有思為政是什麼呢 我的偶像金肥仔 敬廢集帝 無得廢 我的偶像金肥仔 敬廢集帝 無得廢 好思 好思 好了 今集先說到這裡 總之很多謝 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六人去繼續堅持 很多謝 很多謝大家 多謝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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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